日内马当地时间1月30日晚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中国新型观众病毒肺炎疫情 为国际突发公卫事件 一时间各种言论充斥着网络 国民经济会受到极大影响 中国成为疫区国等言论 让人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但事实上 这并不是世卫第一次宣布公共卫生应急事件 大家没必要对此过度解读 自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颁布了国际卫生条例以来 世卫组织共宣布六次公共卫生应急事件 第一次是在11年前 世卫组织将它命名为甲型H1N1流感 这次疫情自2009年3月18日开始 发现地位墨西哥和美国 患病者早期的症状是发烧 咳嗽 疲劳 食欲不振等 多数病情轻微 少数转为病毒性肺炎 可引发呼吸衰竭 多脏器功能损伤 严重者致死 与一般的感冒不同 这次疫情的感染者都为20至45岁青壮年人 这是因为这类人群免疫力太强 反而会导致抗体反应过于激烈 致使肺部组织严重受伤害 疫情的病源是携带H1N1病毒的动物 最开始大家都叫它猪流感 直到4月份 世卫组织才将其更命为H1N1型流感 其传播方式主要为呼吸道传播 空气飞沫传染 接触传染等 与本次的新型冠状病毒相比 它的潜伏期更短 多数在半天到三天 最高为七天 当时在临床上 也没有专门针对人类感染甲型H1N1流感的特效药 所以多以口服普通抗流感药物为主 虽然触发第一墨西哥的致死率只有6%-7 但受到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 全球范围内还是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 当时亚洲的重灾区是中国和韩国 中国被感染人口共12万0498人 死亡648人 韩国感染202人 死亡104人 每周的情况更糟 光是美国就有2200万人感染 死亡3900人 其中包括于540名儿童 墨西哥61633人感染 死亡482人 阿根廷80万人感染 死亡404人 除此以外 欧洲 非洲都有感染和死亡病例 可以说这是一次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卫生应急事件 这就是世卫组织共宣布的第一次公共卫生应急事件 当时人们谈诸色变 虽然人类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但我们都一起停过来了 本次中国新型冠状病毒 虽也被列入公共卫生应急事件 但世卫组织也强调 他们对中国十分有信心 因为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的防疫措施 为全球都设立了新标准 在此期间 我们能做的就是少出门 戴好口罩 不以讹传讹 相信一线专家和医护人员 只要大家都做好自己能做的 相信我们能尽快打赢这场与病毒之间的战役